这应该是我做过100个巧克力戚风蛋糕里最好吃的了 弹性、柔软程度、香甜、浓郁程度都正好 欢迎观看千辣吃货的烘焙教程 先来做A部分蛋黄糊 牛奶和玉米油快速搅拌 呈现酸奶的质地即可 可可粉和低粉一起过筛 低粉放久了容易结块 过筛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搅拌至无干粉状加入蛋黄 我做的是两个6寸戚风的料 然后鸡蛋又比较小 所以蛋黄是7个 一般6寸戚风是3个鸡蛋 可可粉的吸水性比较大 搅拌好的面糊呀 质地是偏浓稠一些 考虑到品牌不同 可以增减5到10克的牛奶 来调节面糊状态 打发蛋清前先来看看室温 现在温度偏高 蛋清包括打蛋清的碗 都已经提前冷冻 加入一点点柠檬汁 去新用 细砂糖分三次加入 打发至绵密的小气泡 加入第一次细砂糖 可以看见啊 打蛋器已经能带出蛋清的纹路 加入第二次细砂糖 打发至纹路清晰 并且打蛋头能挂住蛋清 加入第三次细砂糖 最后打发好的状态 蛋清光泽度非常好 跟奶油的质感是一样的 提起打蛋头呢 有下垂的小弯钩 先用一部分打发好的蛋清 混合可可蛋黄糊 大致拌匀即可 再倒回蛋清里 用抄底切拌的方式拌匀 制作量大 搅拌的过程也会比较久 但是呢 这一步一定要把整体速度提升 防止消泡 像可可粉 它是会比较容易引起蛋清消泡的 整理平整表面 今天还会做一个模具使用对比 以及戚风的简单造型 这次使用的烤箱是卡式750A 已经提前预热 参烤温度上下火160度 时间40分钟 出炉后 震一下模具 然后倒扣 也可以用两个碗 做支点倒扣上去 这次还精确一下 面糊入模的总重量 6寸的普通戚风模具 我一般面糊用量为 340克到355克之间 烤出来的高度都没有问题 还可以像这样 先烘烤12分钟后 然后取出给蛋糕开刀 开刀后的蛋糕 裂口就会沿着割口处爆开 能烤出规整的形状 这种就比较适合单独售卖的 戚风蛋糕 打包好之后 美观度也很不错 重点 这种处理过表面的戚风 适合架空倒扣 倒扣在亮网上 会像这样掉皮 脱模 先用手把四周扒拉开 再从底部一顶 就能脱模出来 这样操作的优点 就是蛋糕掉蟹会比较少 两个模具的高矮是不一样的 还有那种加高的戚风模具 和中空戚风模具 对面糊的要求量都不同 但是呢 这个配方 烤好后的高度在7-7.5明明左右 那么恭喜你 证明你的操作没有问题 蛋清也没有消泡 蛋糕的长势呀 非常喜人 判断戚风蛋糕的标准 就是底部平整 不塌陷 腰部不收缩 蛋糕松软 有弹性 切开后呢 组织无结块 无成绩 这个巧克力戚风配方 强烈推荐 就我这个饭量 一次吃完一整个 都没问题 今天的教程就到这里咯 我是千千 下期再见 拜拜